表演结束后 回到后台的陈志鹏 再一次展现出了 大哥哥的担当 为其他哥哥们 加油鼓劲 十分暖心 我现在超级紧张 我超级紧张 完全放松 你是不会有问题的 我觉得你放松就好了 上去不管什么情况发生 稳着做自己 我觉得你的歌 应该是可以跟台下互动吧 对 你就跟台下互动 志鹏哥 他一打我 一进到今天的 这个演播厅里边 他就开始抱我 他就说 弟弟千万你别紧张 你在干嘛 你兴奋一点 你站起来 你跳 他用各种方式的去 去缓解我紧张的 这个情绪 这是大哥的感觉 包括他直接表演完之后 他的一些任何的问题 以及哪里有一些状况 他回来会跟我们分享 如果轮到你表演了 你赶紧怎么样 你要准备一下 就非常暖心 今天对志鹏哥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改观 我觉得他特别有大哥的样子 整个人很稳很稳 然后也很会说话 我在等到我最后唱完的时候回来以后他跟我说我帮你录了 回头你自己看一下 哇那一刻我真的暖 暖到暖到我了 你放松吗 我觉得你这你是不会有问题的 我好怕唱错 你现在 我一直想想动作就是 不是怕唱错 你就把它做出来 你想做了就对了 我能做的事情 就是安抚他们 放松 所以我就会打开我原来可能比较不好意思的这个态度 我就硬着头皮跟每个人每个人说话 我觉得后来说了聊几个人 之后发现大家真的都都不是那么难聊 真的节目让我认识更多的不同年龄层的哥哥 其实大家都一样 数字拿掉都是小孩 我觉得你看大家都这么这么好玩 慢慢把我从独居老人变成一个群居少年团 多好玩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大爱的 从孤单的独居者到如今的群居少年 陈志鹏在与哥哥们的相处中逐渐打开了自己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贴心的很细心的一个大哥哥们 对我们反正都很照顾 就人很好很好相处 相处之后我真的发现他是一个其实挺暖心的一个大哥哥 大家我觉得一开始不愿意跟他住在一起的原因 就是因为可能会稍微一点害怕 但是其实你如果真的跟他交友多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蛮细心的一个人 对很细心 缺氧了 我觉得给他们两个一分钟出去透个气 我如果太散漫或者是我太把前辈端出来的那个态度 那我就失败了 我还需要很认真做自己 哪怕我不管是不是体力透不透支 我还是要把它做完 在他这个年纪我说句实话他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对四十九岁了 然后可以陪我们从头练到尾 真的很棒 第一天我记得是八个小时 昨天应该是也是五六个小时吧 今天又是一下午 其实他真的他已经用他的方式已经在很努力的在这条道路上 继续追他属于他的猫